欢迎大家来听我讲中西人民精神 现在就讲关于科学精神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科学精神如何能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能涵接得到呢? 我们现在讲到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可以相互为用 同时可以贯通到中国文化所讲的人心的价值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上次讲到关于中国文化很着重历史知识 中国文化很着重历史知识 但是问题就是历史知识很着重一些很具体的人物事件 一些很特定的时空里的人物事件 所以这个通常这个独历史知识就容易形成一种 心灵上的某种破碎之理的毛病 因为它总是很容易会落局 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的人物事件之中 读历史怎样才可以不要这么局限 而有一种贯通性呢? 不要忽略了贯通古今的意义呢? 因为读历史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 是想有一种贯通古今的意义 那怎样才可以避免这种局限性呢? 这个科学的态度 就可能 这个科学精神 就可能有帮助了 在这里 因为我们说科学的态度 由一开始 科学的方法 科学的精神 就是说抽象的分析 由抽象的分析 而去认识事物 我们会分析到 事物的形象的关系 事物发展的原理 定律 事物形成的各种科学的概念和知识 很多时候都会做抽象的分析 所以这种抽象分析的科学知识 是可以贯通到 人主观的心 和客观世界的事物 将人主观的心 和客观世界的事物 贯通起上来 另外一方面 这个科学的态度 又可以有一个普遍性 一个普遍性 因为我们科学 讲科学态度 科学知识 很多时候就是 要讲科学的原理 科学的定律 那些 很多时候就要求一个普遍性 这种普遍性 可以贯通到不同的时空 可以贯通到不同的特殊的事物 可以贯通到不同的特殊的经验 有一种贯通性 科学知识 有一种贯通性 我们也知道 在这个科学知识系统里面 不同的科学的概念 可以互相连接 这种互相连接 是一种属于理性的连接 科学系统一定有不同的概念 连接 如果不是 不成为一个系统 这种 科学知识系统里面 这些概念的连接 属于理性的连接 这个 由理性 把这些不同的概念 互相连接起来 所以 我们可以通过其中的一个概念 而通到另一个概念 所以 由一个地方 通到另一个地方 这样 将科学知识系统 贯穿起来 所以 这个科学知识 越系统化 人们 越是可以 由一个概念 通到其他知识 的地方 越多 这个 科学知识 能够系统化 你就可以由一个概念 一直贯通到另一个概念 所以 牵涉的知识 你所去到的领域 那个地方 就会越来越多了 所以 这个 纯粹由科学研究 这个 而训练出来 那个心灵 我们就看到了 它就能够 贯通到 主客之间 主观的心灵 和客观的事物 亦可以贯通到 不同的时空的事物 不同的经验之间 这个 所以 这种 这样的心灵 这种 科学精神 训练出来的心灵 是可以避免 之前我们所说的 研究历史的时候 这个心灵 有机会 陷入于个别的历史知识 陷入于一些 局限在一个 特殊的时空之中 一些历史的人物 事件 那个所谓 支离破碎的问题 就是说 通过这个 科学研究 训练出来 这个心灵 它有一种 贯通性 是可以贯通 不同的时空 不同的经验 这样 就通过这种 这样的精神 让心灵 不要陷入 这个所谓 支离破碎 只是局限在 一些个别事件里面 这个 这样 这个 是一种 关于这个 心灵的 修养 心灵的 咸养 所以 这个 可以说 是一个 间接的 以贯通 人心 而 可以 一种 贯通性 一种 贯通性 令到 人心 得到 咸养 这样 当然 比较明显的 就是 科学精神 这种 贯通性 可以 扩大我们的经验 加深对 事物的 认识 亦都可以 更加多的 去证实 一些 假设的理论 科学精神 很多时候 就是要去证实 一些假设的理论 所以 这个 科学的态度 是可以 令人的历史知识 一直扩大 这种科学态度 在这方面 应用 应用 在历史知识 方面 其实是可以 令人的知识 这个 意识 历史知识 之外 还有历史意识 都不断扩大 不断扩大 这个 这个 比如 这个 我们可以 增加人对古代历史 对古代历史 或者对一些 远方民族的历史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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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这个研究 除了一些 直接经验之外 我们 可以一路 推到一些 越来越 古代 越来越远地区 的历史 都会 做这个研究 这种 这样的 加深 扩大经验 加深 这种 这样的态度 令到人 会对这个 远古的历史 或者很远方的民族 都会感到兴趣 这个 甚至 一路去追尋到 这个所谓人类的起源 说到这个 生物的进化 说到这个 地球 说到这个 天体如何形成 这些 多远 越追越远 这些 历史 以前 如果 纯粹只是 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精神 那种 只是 说 历史人物事件 那些 就说不到 这些 如果你要说到 这个 地球天体形成的历史 这些 就是因为 我们将这个 科学精神 加下去的时候 将我们的历史意识 不断地扩大 追尋 这个 远古的历史 这样 就会去到 这么远古 这么远古 这么 生物 再之前 那个 地球 的历史 宇宙的历史 这些 就是所谓 历史兴趣 扩大 好了 这个历史兴趣 不断扩大 这个目的 其实 就是要追求一些 所谓 纯粹的真理 再不是 只是找一些 历史的知识 看看历史知识的增加 而是找一些 纯粹的真理 而这些 新增加的知识 很多时候 都不是 要直接做一些 道德教训 以前 读历史 很多时候 想通过历史 学到一些 道德教训 这个中国文化 说法 如果现在 这些 要讲地球形成的历史 就已经 离开了 所谓 要直接找到 道德教训 的说法 这个 真是 纯粹增加一些 新的知识 追求一些 真理 这样 所以 我们看到 已经 离开了 道德教训 的范畴 所以 用科学精神 来说 历史的时候 更加 可以超越了 一般 历史学家 对历史知识 的一种 偏狹的观念 不要再 那么狹窄 只是通过历史 讲一些 道德教训 所以 我们讲一些 科学知识 讲一些 社会科学的知识 或者讲一些 自然科学的知识 这个 其实 是可以 帮助我们 去了解一些 具体的 历史事实 解决一些 历史上的 原案 这个 通过 知道多些 的 科学知识 其实 是可以更加 了解以前的 所谓的 历史事件 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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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解不明白 如果我们 通过多些 历史的 科学知识 来解释 其实 可以 解释到 更加多的 历史事件 了解到 更加多的 历史事件 所以 就好像 历史所累積的 知识 可以作为 科学原理 一路发展 一路发展 因为科学原理 一路发展 它需要 证实一些 其实 历史知识 累積 也可以帮助 科学原理 一路发展 这是 互用的 互相有作用的 所以 用科学知识 来帮助 训练 我们的心灵 做历史的研究 在这方面 其实 是有帮助的 是有帮助的 令到我们 扩大我们的心灵 不要太狹窄 不要太狹窄 有种贯通性 在这里 好了 我们刚才 就说到 科学里面 有一些 所谓普遍的概念 科学 会用一些概念 这些概念 是有普遍性的 而 科学知识 很多时候 都要建立一些系统 所以 科学知识 有种系统化的 一种做法 在里面 这种 运用普遍概念 建立系统 建立知识系统 这种做法 其实 是可以令到人的精神 更加能够 贯通 运行在主客之间 在主观心灵 和客观事物之间 我们通过 普遍的概念 这个系统化的知识 能够 令到人的心灵 这个 主观心灵 和客观事物 能够得到一个沟通 得到一个沟通 这个 不单只是这样 甚至能够 贯通到 不同时空里面的 事物的经验 就是说 刚才所讲的 历史知识 历史知识 不同的时空 不同的历史事件 不同的历史人物 都能够通过这些普遍概念 这种贯通 这样 这种有贯通性 不过 科学的时候 我们也要留意 有一点 固然 可以有贯通性 但是 同时 也有机会 令到人的心灵 支离破碎 刚才所讲的 如果我们只是 研究历史知识 只是研究一些 具体特殊经验 特殊时空里面的事件 人物 很容易令到人的心灵 支离破碎 所以 科学加入的时候 可以避免到的一种毛病 不过 如果科学自己的发展 其实也是有机会 令到人的心灵 支离破碎 但情况有点不同 为什么会这样 变化呢 就是因为 我们看到 科学理智分析的 运用 会令到 科学知识 越分越小 我们现在的经验 看到了 科学知识 科学知识系统 越分越小 越来越多部门 这样 就变成 人的心灵 出现了 另一种 支离破碎 另外一种 支离破碎 因为我们 如果 对于 任何科学上的普遍概念 假设的理论 它的基本原理 或者科学的知识系统 全部都加以执着的话 这些科学知识 就再不是精神贯通 运行的轨道 所以 研究科学 它固然是要用一些普遍概念 是要用一些假设的理论 要讲原理 要讲知识系统 而这些 知识系统 有种贯通性 这个确实是 但是 如果 人的心灵 是会 执着于 这些 概念 这些 系统 亦都会变成 这个贯通性 运行不到 反而成为 人的精神 或者是 人的心灵 的限制 变成 一个限制 因为 你执着于 某一个系统 你只是 执着于 某一个系统 就很容易 变成一个限制 这个 所以 在这里 如果有所执着 有所执着 这个 一定要 透过某一个 执着某一个 的 概念 某一个 概念 来 去 做人 这个 执着于某个概念 这个概念 就是人生的全部 或者 你透过 这样的执着 这一套 科学知识 来看人 人的心 就是这样的 这样 这种 所谓的科学 就会 变成一种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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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变成一种 颠倒 这就是 所谓的 思想上 原本 应该 变得开放 你就会 变得封闭 变成一种执着 这样就会 颠倒 因为 科学上的概念 假设 理论 系统 这些内容 其实是很不同的 很不同的 不同的科学的概念 不同的科学的系统 他的说法 都是很不同的 差异很大 差异很大 所以在这里说 这些 是有种 无限的 複杂 的 情况 在里面 所以 这些 科学的概念 系统 如果你 被人加以执着 时 也可以 形成了 无数的 偏执 形成了 无数的 偏执 甚至 将整个 的人生 宇宙 将人 自己 都会 变成 这种 无数的 偏执 变成 互相分裂 互相分离 破碎 这种 就是 所谓 让人的 心灵 变得 之离破碎 这种 情况 就是 所谓 偏执 于 某一种 科学的概念 系统 定律 出现 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 看看科学精神 本身 其实 这个偏执 在科学精神 里 本来 是没有的 但是 这个 我们现在发现 事实上 可能是会有 这种偏执 出现 而我们也看到 这些偏执的出现 原来 也是由科学内 的概念 发展出来 但是 我们看到 虽然它是由 科学概念 引发出来 但是 其实很多时候 都会同时 是由 加入一些 常识的概念 或者 宗教的信条 而 引起 所以 原因 很多 它可以由 科学概念 引起 也可以 因为 加了很多 不同的常识 或者宗教信条 而引起 这种执着 所以 执着的理由 可能也很多 也 未必 一定 但是 总之 这种 偏执 可能 会形成一套 理论 形成一套 理论 甚至 这种 偏执 成为一套 理论 甚至 会 叫人 甚至 被称为一种 哲学 被称为一种 哲学 但这种哲学 其实 不是一些真哲学 因为它很多时候 有种 独断论 的倾向 所以 你说它是哲学 它其实是一种 独断论的哲学 这个 其实 不能讨论 这种 所谓哲学 不开放性 独断论 不开放的 所以 不能讨论 所以 这个 我们可以批判 这些 偏执 有独断论的哲学 可以令到 人从 偏执 里面 超拔出来 这些 工作 我们叫做 批判 西方哲学 这个说法 叫做 批判 所以 西方哲学 有所谓 批判的哲学 批判的哲学 批判哲学 就是 追求 贯通各种不同的 偏执 如何贯通各种不同的 偏执 所以 这种 哲学 我们叫做 批判的哲学 所以 哲学批判 大多数 都是人 由特定的科学概念 假设理论 常识 或者 宗教信条 而引起的 偏执 要批判 这些偏执 就是 这些批判哲学 它要批判 什么呢 就是批判 由这些 这样的情况 所产生出来的 一些偏执 所以 这种哲学 就是 批判 这些不同的偏执 然后 贯通起它 上来 这是它最后的目的 希望可以 重新恢复 或者 重建 这个人 对这个宇宙人生的 一种 觉悟 这个 所以西方 就出现这些 所谓批判的哲学 这个 所以 这个 讲西方文化 这个 如果我们 尊重西方的科学 的话 也要尊重西方的哲学 所以 这种批判哲学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尊重西方的批判哲学 这个 这两者 是 相辅相成 是不可以分离的 即是不可以 只是说科学 也要说这种批判哲学 因为这种批判哲学 希望 破除 这些所谓科学理论 里面的 一些偏执 所以 既要重视科学精神 也要尊重西方的批判哲学 这个 两者 相辅相成 这个 是 不可以互相分开的 其实 这个西方文化发展里面 好了 那我们看看 中国文化 我们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对比来看的时候 这个 其实 中国文化 缺乏了西方的科学 这个 亦缺乏了西方的哲学 我们刚才说过 西方 这个 要尊重科学 但是 如果科学发展得好 也要尊重哲学 但是 如果看中国文化 其实我们两样都缺乏的 我们缺乏西方的科学 也缺乏西方的哲学 因为这个西方哲学 刚才说过 重点 就是要批判 一些由科学概念而形成的一些偏执 而去追求一个贯通性 这个 所以 中国文化里面 它既然缺乏了西方的科学 的时候 也不需要一定要有西方哲学的批判 它也没有科学的系统 如何形成一套批判的哲学 它也不需要 这样 如果我们在这个角度说 由哲学的角度来说 这样来说 中国文化 其实就不是它的短处 因为它原本没有的时候 也不需要真的去批判 你说 为什么中国没有批判哲学 它也没有什么要批判 没有西方的科学要批判 那怎么建立西方的批判哲学呢 这样来说 这个 其实不是中国文化的短处 不过 中国文化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正因为 因为中国文化是缺乏了西方式 由科学概念而引起的偏执 所以 中国哲学的发展 就更加擅长 直接去讲这些宇宙人生 全体的道理 直接由人心的全体来讲人性 而避免了西方哲学那种 就是 至尼破碎的概念 潜扰的问题 所以 这个 也可以说 因为 中国哲学 比较擅长 直接就着宇宙人生全体来讲 这样就变成了中国哲学的长处 这个反而变成了中国哲学的长处 而没有西方哲学那种 知尼破碎的问题 不过 由另外一方面说 这个 由科学概念 而构成各种不同的 关于宇宙人生的偏执 这种出现的情况 其实人是很难避免的 很难避免的 除非你完全不讲这些科学概念 如果你一讲 由科学概念 来讲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造成这样的偏执 这个 所以 我们通常会先经历这个偏执 人的文化的发展 就是先经历这个偏执 你会感觉到这个偏执 造成的一些隔壳 隔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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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想一下 我怎样可以去超越它 怎样可以去贯通它 超越这个隔壳 贯通这个隔壳 根本地去断绝这个偏执 这个 这样的时候 这个 就会对这个宇宙人生 那个全体 会有一个更加亲切的把握 如果能够去到这里 这个 先经历这个 对这些概念有所偏执 所以 你会觉得 这样的偏执 造成隔壳 走不通 你想去超越它 想去贯通它 这样的时候 你想去超越这种偏执 这样的偏执 就会对这个宇宙人生的全体 就会很真切地 要求这个把握和自觉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变证法 里面的一个反反得正的过程 这个就是这个反反得正的过程 所以 这个 由中国个别的哲学家 的造语来说 可以说 他把握到的是 宇宙人生全体的理 全体的真理 所以 如果你由这个 造语来说 他的境界很高 他境界是在西方哲学之上的 境界很高的 但是 如果你由整个的中国文化来说 中国缺乏了西方的科学 也没有批判科学的哲学 这样 这样 这些中国是没有的 这个 你用这些来对 和中国的 这种 高的境界 一种高明的智慧 来比较的时候 你会发现 原来 这里来说 其实中国文化是有缺点的 有短处的 这个境界可以说到很高 但是 确实缺乏了西方的科学知识的概念 他的系统 和他的批判哲学 这些是中国文化的短处 这种批判哲学的产生 你一定是要由科学来开始说的 所以 你无论这个批判哲学 是由西方输入好 中国人自己学好 这个 都是要由科学发达 开始说 以科学发达 作为这个先决条件 才可以有这种批判哲学 所以在这里 这样说 中国文化是真的没有的 是中国文化的短处 好了 关于科学和中国文化的问题 今天就讲到这个 短处的讲法 下次就讲 如何中国人理智的运用 运用在科学 如何使中国人理智的能力 用得好些 下次再跟大家来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